大家好,我是小五 今天分享烤饺子的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先看一下我们制作所需要的材料 然后直接把所有的菜做成香辣味的馅 水中加上油和盐,和制面团 制作烤饺子的面团一定要用水油面制作 和好的面团揉制后饧面15分钟 再把它做成长条,下出我们所需要的剂子 剂子做好之后,擀成面皮,包上馅就可以了 饺子包好后,我们预热一下烤箱 先把饺子上刷上蛋黄液 抓好蛋液直接放进烤箱,烤15分钟 再次刷上蛋液,撒上白芝麻即可 烤箱调至180度,继续烤至15分钟 面皮酥脆的烤饺就制作完成了 咱们在家制作时一定要注意 做这款烤饺子一定要用水油面制作 只有水油面做出来的饺子皮才会酥脆 做这款饺子,我们选用的馅料一定要把水挤干净 还有烤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 温度过高烤出来会变得很硬 好了,咱们下期视频再见